好,今天大家,这个,我觉得他前面讲的就不对了,今天我到这里来,其实是有一个身份,就是你们的高了二十几届的学大, 因为我们刚刚,大多数啊,刚刚入大学的校门,这个按说呢,是因为我和我学长来森林交流的,我觉得我这个身份其实不一定很合适,因为我是北京唐中华片大学,跟天打交道, 是不是是农业大学,跟地打交道,所以这个,似乎那个,不一定这个,我来当地方一定就合适了,过去北昂在这个,十年文化大公平期间,这个六年以后,北昂的这个学生组织被称为叫天派,地图大学被称为叫地派, 我来仔细想啊,那农业大学里应该是地派,是吧,所以我们天派和地派,过去曾经有做很好的交流,现在再交流一次,我想也可以啊, 那么虽然是,一个是想上天,一个是想, 其实是把地理,怎么样变得更好啊,更肥沃,是不是吧,就是农业大学的基本证明, 但是道理还是一样的,啊,这个大学四年总处,可能对于农业大学的学生和北昂的学生,会有很多的相识, 最大的影响是,其实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什么愿望? 很多人可能走来走去有非常多的愿望,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要快开的挣大钱,对吧? 还有,我告诉各位,这个梦想是真有的实现,如果倒退十年回到美国去,美国就有了充分的快开挣大钱的机会。 美国的房地产贷款公司就告诉也许没有还款能力的人说,你没房子是吧?没关系,我给你带,看你就有房子了。 说你还不起一个共同是吧?没关系,前面两年不要还一个共同,只要还你一起,本钱是不要还的。 这样有很多人都去买了房子,其实是不知道怎么买这个房子就是他的了,然后开始还用工作。 但是你又有一个担心,说江沃没工作了咋呢?说没工作了好吧,没工作了只要房价是上升的, 比如你现在二十万美元一套房子买来了是吧?过了两年你没工作了是吧?还不起钱了是吧? 你把房子交出来,他就只二十四万,看见吧?这不就可以了? 哎呦,他一想就对了,这样就接受了这个所谓叫刺贷,对不对? 刺激贷款,就是对那些没有还款能力的人去贷款,就叫刺激贷款。 哎,有还款能力的对象你去给他贷款,这个叫优贷贷款。 没有吧?好。 那问题是这个房地产公司,敢把钱放给这个没有还款能力的人,他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相信房价会上升,对不对?只要房价都是上升的,实际上是只猫是只狗我都敢给他贷款。 只要他能够管用工具就行了。 哎,这样从02年到06年一段时间,就是真的很好。 双方各地的起诉,这个没房子就放了房子,是吧? 有钱的,他得到了利益,是不是? 如果一旦你还不了,他还可以把房子收回来,再卖下去。 这个房价比较稠比较高啊。 哎,这样看大家要很高兴。 但是实际上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就那给这个没还款能力贷款的这个银行啊,他也知道这活有问题有危险。 他想把风险转价出去。 他就把那个房地产的这个贷款打了一个包。 我这个话说的不好听,打包什么都太好听。 就比如说吧,这个具体放房贷的最大的两个企业就是所谓的房地名。 你看,这两个企业,把贷款给了那么多的这个不见得有缓缓能力的购房人之后。 他就把所有的房贷给他分了分类。 就像本来看到一只房地名啊,是专门种草莓的。 就是我随便说啊,收了一大堆草莓,这里头有断草莓,有好草莓,有打草莓,有小草莓,对吧? 他把那个大的好的草莓贵成一堆,烂的小的草莓在贵成另一堆。 大的好的就是能卖高价,对不对? 小的烂的就购物是钱,是不是? 就是一个小的烂的大小的草莓。 他就把那个大的好的草莓让目的途自分之去评集。 评的集就是比如说AAA级。 看看AAA级就可以在市场上卖出去。 这个贷款呢,这个,它利率还非常高。 就是你要去购买房地媒打包的东西 比如说花100万美元去买 但是你淹淹之后可能112万 利息是12% 所以那么当然很多人淹去掉 至于说那些曼草莓怎么卖 把利息提高到20% 是不是还有人要 这一堆烂草莓 只要那个房地产危机不到来 它就是对好草莓 只若有风险比较大 明白吗 这样虽然是对烂草莓 由于把利息提高 就是给购买这堆次贷代产的 这个比如投资资 比如说摩根斯丹利 或者贝尔斯丹 或者雷曼兄弟资 让他们去买 然后给他们比如说20%的利息 实际上的比例大概不是20% 比这个样的第一次 优质贷款的利息贷款的8% 这个次贷的 打包贷款的 在赚贷出去的利息 大概是在为了12% 是给的 好 那么这个目的投资公司 这个和一些避险基金 拿到的这个包怎么办呢 它其实很好办 因为日本银行的贷款率非常低 1.8% 1.5% 我从日本银行去贷款 1.5% 1.8%的利息拿过来钱 然后去购买这个次贷 然后这个次贷是每年年1.8% 只要房价上涨的 就8%是文文当当的 这样的每年是净赚6.5% 对不对 不是意思吧 如果这个游戏 还能这么大呢 那这样的银行 算是风格美容的 当然这个游戏 这游戏还可以一层都再玩下去 它这个精彩的游戏 那么这个要还在于什么地方呢 由于房价上涨 购房的人增加 早推动房价进行上涨 对吧 然后房价上涨 吸引更多的房产 购房产公司去投资房利产 带动更多的推土机生产厂家 去提供推土机 是不是啊 这个意思吧 带动更多的学子去学金融 嘿 哈哈哈哈 这个意思吧 然后带动更多的人 有良好的就业前景之后 愿意去要 中学贷款 对 这个泡沫啊 是让无数人受益 你知道吗 一旦一转 就让无数人受益 嘿 这个游戏啊 其实 你们可以去体会一下 其实这个游戏的基本经理 就是要高兴拦除 比如说 我一分钱没有啊 我说你借我一百万 三个月之后我就还你十万利息 再过三个月再给你十万 年龄百分之四十行吗 你比如说你真借我一百万 过了三个月我就给了你十万 你说你拿这个十万怎么办 你继续借给我是吧 是不是意思啊 我给你记账 知道吗 在乎我给你这个 我只是说我欠你的钱 从欠一百万变成欠一百万 你什么对吧 是不是意思啊 那你那个现金可是留在我这 你在我这记账的数目是留在高兴下 现金使用在我这 明白 那我这个钱干什么去了呢 我告诉你说 我有一个高利润回报的项目要去投资 那个投资的这个 比如说利润是百分百 你现在我这个百分百的利润可以回收 那就 你就跟你的朋友去说 说我借给他一百万 他一个月给我寄十万利息 哥们你是不是也去啊 把这个人借给他钱的人 越来越多 实际上他就成功账 知道吗 OK 直到有一天 需要利息的人 要本金的人 大意把钱沉进去的人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到了顶点 夸他一下 OK 是意思吧 好 假设说 作为师傅的这样一个美国 其实不要说新闻的这样一个 这时候再建议中国 你就这么感觉 只要房地产都不下来 看见吧 所有人感觉都 挺好 明白吗 这些年中国房地产 虽然没有所谓次贷的问题 但是中国的房价 和中国人的收入之比 是已经远远的高于美国人的房价 和美国人的收入之比 OK 美国人的房价平均大概是20万 那么美国人的收入平均大概是5万 房价和收入之比是4 对不对 中国人这个房价是什么概念 我们的收入和房价是比达到了20倍 OK 所以实际上这个中国的房价也已经变得非常的 我们的这个微固高灾非常危险 现在我看今后 诸位这个非常有幸啊 在大学4年 教室里安安静静坐着 你就看了外面的经济 发生地不天般的变化了 就特了一下 你就坐在这个教室里头 看了外面一场狂动暴雨 知道吗 不然你生活在那样一个社会里头 你会发现别人赚钱都那么容易啊 你也做不住 知道吗 是个意思吧 你看我们在联系的一个老师就说 真是 当年那个我 当年他买了一套房子 现在那个房子涨了三倍 他涨一倍就等于我过去 所有的工作总和 知道吗 工资 我干嘛要工作 是个意思吧 他这个意思啊 当然有些人挣钱还挣得更疯 这个我帮他来说设真的是特奇怪 北大的一个学生 06年的时候 当然他前面已经有一段 这个有一段这个加图上的经历 那个 06年的时候 他大概 已经有五六十亿人民币的资产 然后呢 就进了股市 然后在股票的资产六千点左右 他逃出来 现在是一切的意思 你要用这种人一笔啊 你想出系统有这种人存在的话 你干什么也不吓死了 比如说有些山西的梅老板 这梅老板在天窗里都疯 这样放到这哥们面前 整个是小见大了 对吧 说做钢铁的 比如说今天这个说出来一个山东日造钢铁厂的老板 叫杜双华 说这家伙个人自材 460亿 不知道他自带多少 就你没关系 实际上 那往股票上他正逃出来 给他那个 所有的逃出来 他不见得是真的判断力跑 很可能是这个 商务关系最多啊 他就提前知道一些消息啊 然后是因为 他是做装饰的 把那两伙子扔了 晾了 晾了 知道吗 他自己走啊 听见吗 就是大家都知道说财富振发了 振发到哪去啊 振发到几十个人要帮你走 知道吗 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的这个经济游戏的规则 是 是个大鱼吃小鱼之外 就是鲸鱼吃蛋 你们知道吗 杀鱼吃鲸鱼 最后不知道是什么 就把鲨鱼也吃掉了 这个我知道 这个海洋里头 资本对于这个市场地区的海洋里头 报复了多数的新物种 你知道吗 那口大 那口大鲸鱼也在大鲸鱼也在大鲸鱼也在一块儿吃 你哪一大学一看金融赚钱都去开外金融赚钱 你看 然后学生一看 喂金融 你看 有金融赚钱都去学生一看 有金融赚钱都去学生 但你知道现在华尔街 光是到9月份 华尔街的裁员数目 大概就得少3万 如果看到10月份11月份下去的话 你知道去的华尔街股市已经是连续第六天的大鲸鱼 从一万一千多点先丢回到九千点以下去了 那么多的武辣投行分分破产倒屁 剩下两大干脆都变成国家监管的商业鱼房算 投行就彻底没有了 这个金融专业 满大街的都是有时操经验的高材生 为什么要比大学刚毕业的菜鸟呢 对吧 诸位我们今天这个市场经济它是这个特点 是狂起狂落之动的 是一个极其推崇不劳而过的一个世界 诸位对于不劳而过这个词有双重感情 一方面是恨不劳而过 另一方面是恨不劳而过 但是诸位你得搞清楚一个基本问题 大家都想不劳而过真能不劳而过的人 一定是几少数对不对 多数人怎么办都算是劳而不过呀 对吧 是这个逻辑吧 所以这两年来这么多股票市场 已经让很多人不是劳而不过来 这个是劳而不复复 原来是这个资产经济吧 一不小心跟负资产经济 还有资产经济当然负的知道吧 两财产也很惨 这个我识别还有一些朋友的孩子 当初在金融潮热的时候 劝他们说金融这玩意 实际上不是你们玩得了的 而不是自听 拿三十万一年的学费 然后现在等着别人到华尔街去废材料 然后现在等着别人到华尔街去废材料 大家觉得师傅有点当做戒是吧 但是诸位不知道天性是没有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的成功有两种成功 一种就是不劳而获进的成功 一种还是要靠劳而获的成功 对吧 人生的路很长啊 诸位从小到大到现在 你们周围听到的舆论都说什么 外向型的人得好 对吧 内向型的 一不小心要讲这些人底是吧 你们在心里头不说话是不是啊 但是你们去下课以后 看看这个走廊里头贴的那些名人名言 那些名人都什么类型的人全都是内向型的人 内向型的人得用特点呢 盯住一个问题不放 就钻钻钻钻钻钻就钻进去了 不管白天不管黑天 而他自得其乐看见吧 外向型人得是什么 外向型人得最适合在市场上玩土地 少数人玩出来大多数人被捞 我让诸位 诸位提回了啊 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实际上是一个过度投机 过度浮躁的时代 但这个时代是太阳结束了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因为美国的这场次贷危机 绝不是因为美国的危机 也是中国的危机 在美国玩次贷游戏的时候 在美国房地产业推速发展的时候 在美国的消费则 他的这个每年 可支配的收入 只是他债务的 他的债务是他可支配收入的140%的收入 因为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巨大的购买子 一个商品 然后买了大连的中国东西 然后中国经济又高速增加 现在一般美国的钱贷子 说紧 中国的不单是金融行业要垮掉 外贸也会急剧的萎缩 中国的楼市也会崩溃 那时候 这个 就是这个整个社会的浮躁东西 需要变化的时候 也一定会变化的时候 我是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大家 实际上 我是02年写的那本书 叫三月二层经济学批判 那里头我就提出来 2010年之前 世界将发生一场大消费 世界经济居然发生一场大消费 萧桥的列图要超过1929到1933年之间的 世界经济位置 别不打啊 最好别不打 这是不祥的预言 实现了只有一个人的受益 就是我很高兴 所有人的受益都不高兴 最好别实现这个预言 但是很不幸他就真来了 我的判断 是这场危机 如果现在说的话 更可以说得清楚一点 它的持续时间至少要超过四年 很可能是要超过五六年 正好你们在大学一步 我这场风雨 这场危机 这个实际上是说明一个根本问题 这个自由资本主义这套体制 自由市场 自由放任是南京这套体制 一旦真的自由放任 一旦没有任何政府可以管得了 它实际上是通向毁灭之路 有一些自由派批评社会主义 叫通向奴役之路 实际上它那个放任自由的市场地底 是通向毁灭之路 到底哪有好 我们一边是奴役一边是毁灭之路 人类生活就这两个罗续之路 社会主义有种种地端 有种种不自由啊 有种种不舒服啊 有些人感觉到被奴役了 当然也有些人感觉到很好 可是这个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制度 它还真有可能 不单是要发生这场大危机 而且还将从危机 走向到我们更不容易接受的现实 那没准是战争 你知道什么要危机吗 293的面团危机的时候 192933 叫2933危机 这场大危机的时候 美国有一个总统候选人 我忘了他的名字 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危机解决办法 他为什么危机啊 说到你不跟他简单 美国的90%的财富 都集中到100人身上去了 绝大多此人分享了10%的那条财富 看见吧 需求极度的位置 萧条时期 现金为王 这100人又不投资 看见吧 怎么办 很简单 把这100人给宰了 知道吗 具体放到中国来说 就我刚才说的 在股票市场上从60亿玩到1000亿的哥们 一载了我们千千万万人都得救了 我估计这个理论 应该很多人还是高兴的 因为你想我肯定不是那100人是吧 哎 没错 所以当年这个曾祖国美国称号了他名字了 真的这个一下子临起美国一场风暴 大难度说说的好 说的好 结果你知道那100人是什么人吗 这100人控制了美国的政治 美国的军事 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文化 杀他们可不容易啊 但是他这边一拉拉的这个 搞了这100人也有点慌 说那咋办啊 说有一群小子 要把我们都别攒了是吧 至少说要把我们财物给分了 我把我们百分之九十的财物都拿 其实你要想一下啊 他要有千人以后 把他百分之九十的财物都拿 他要给他用100亿的 知道吗 留的不少啊 是吧 但他们也在怂着 咋办啊 这穷小东要造反 是吧 好 干嘛有了 搞一个罗斯图来 知道吗 罗斯图干什么呢 罗斯图说 弟兄啊 他就跟那100人说 那弟兄啊 这个 我来帮你们摆平 你们只要拿百分之十的钱出来 OK 我就给你们摆平了 这就是罗斯图新政 但是新政呢 是给了点钱下去 经济在三四年到三七年之间有所归入 然后但是点钱太少了 你不小心给他这些钱又被那个大包子又收费了 然后又再轮入一场危机 然后到三九年开始 美国成为所谓民主国家的军火命伤 然后所有的军工 开着马里 所有的那些大的汽车厂都转而生产飞机 军舰 坦克大炮 大家会有就业了 知道吗 然后这个金子就会 怎么摆脱危机 战争摆脱危机 也就是说 凭和平时期 我们这些大老板 通过各种旗帜 把你们都吃光 知道吧 说那你们没的是什么 给我上战场送命去 知道吗 可是你们还有条线 一听说上战场送命去 那就爱国主力 知道吗 所以和平时期被大老板驳去 到了这个 实在走不动了 就被大老板送上战场当炮备 这就是资本主义 这就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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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大家是不是可以体会 这是有两段 也就是前面有一段 大家都感觉的很好 知道吗 所有人都觉得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 充满了火力 充满了烧气 充满了气味 然后直到某一天 一个转折点到来 后来之后,大家特别负责,这我就特别感觉这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特别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那个猪和养猪人的关系,比如我们是一群猪,假设,我们被大奥奥养的,可以吗? 实际上我们,你要对我们这群猪做猪一调查的话,第一个来做调查,第一个分做,而说这个主人怎么样,我们就说好好好,二个分做调查也是好好好,是吧? 三个分做调查,就是主人一个实在是这样,要吃也吃,对吧?要吃也贪夺,草库给困好了,就弄好了,把他给我打扫住卷,是吧?整个都是一股小老母,是吧? 没错吧?没错吧?我四月份去做调查,那主人还是好,五月份做调查还是好,十天时间,这里的唯一标准,这个主人就是好,就是好,那就是好,知道吗? 没错吧?直到十月份,他把我们送了,带他,我们才知道,他在干什么? 亚伯会是会的少人,是吧?是意思吧?而中间里头有聪明族啊?是一个没有无缘无缘的爱啊? 我的主人凭什么给我们这么好吃好喝好招待啊?一定是别的那种心。 而大多数猪说 你看 你这个人就是忘记 人家天天有个宋诗的宋课 你还说它是什么 是是是 别有什么心是吧 你这是挑拨是非哦 你这不是有意煽动吗 是吧 但是这聪明猪啊 他说的说的 但是旁边有几只猪 但那几只猪比他更聪明 他们听明白 我说抱我 是这样 就是现在前面十多月养我们 最后一个月杀我们是吧 那好吧 咱们把饲料吃到那第九个月 因为你在外面找饲料也不容易 知道吗 我要说有现成的饲料 吃到第九个月咱们再讨 是吧 这就来得及吧 是不是呀 所以意思吧 我们有现在的宋语 我先带着 别动 是吧 然后到第十月份的时候 潜在了一个集体越狱 是吧 可能你知道吗 就说了说了啊 就吃蘑菇 知道 叫奔水 煮青蛙 就天天天天地这么吃得好 好喝的 他就没有越狱能力了 知道吧 最后来了一个屠夫 屠夫一来是什么感觉 这不是主人来的 那屠夫是主人请来的 是吧 是这个意思吧 屠夫跟主人之间发生了一个什么交易 说你给我做什么 妈妈 我把这群书都卖给你 随便杀给你吧 那我们这群书不知道 我们以为是来的强盗 要保卫家园 是什么 这个 回嘴 神教透过现象看本质 很不容易哦 知道吗 你要透过哪天的饲料 这样的改善来看这个社会的本质 是特别不容易的 OK 而今天这个学生团成就老说 我们的书卷怎么改善了 饲料怎么改进了 其实我叫了三个金安 他没说呢 我就换句一次吧 各位 人跟猪有什么差一样 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是很不容易的 OK 人 是世界上唯一有可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的 能力的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吧 大学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种田不是在农天里头学种田技术 要到农业大学来种田技术 什么道理呢 当然你们不是都学种田的 那你们在这里头有研究种子的吗 有研究什么土壤的吗 对不对 这些是什么 说明这个虽然你们不种田 不一定这个种那么多田的田啊 但你们最后要去知道人家种田 凭什么 实际上是在透过现象看本质 对不对 分析土壤的化学 成分有机制的构成等等 来分析哪一类型的土壤 是最能够促进农业生存 对吧 而我要说老农民们 他我做了一辈子的田 我不知道里头天家什么 他们都在和苗咱们造 是吧 不知道 至少我的选择方面没有那么果 我不知道说可以造一个尿素茶 完了这里头白白净净的那些亮净净的东西 最后往田里头一刹 说这就可以自产 我不知道 但是你们研究话 别说你就可以玩这个 是吧 我也不知道说你原本平这个到海南那个岛上去 弄的一个什么叫雄心不欲系的那个水道 啊 然后一砸交 最后弄出来的什么高产片 什么文产片 这我没老农民过大知道 对吧 天天诚实这个行业的 不一定知道这个行业 就像老母鸡呀 他天天在那儿下蛋 但不知道这个蛋是怎么下出来的 这老母鸡通过自己的这个下蛋的现象看到自己下蛋的图 这谁看得到 得要那个什么 生物学家知道 是不是吧 然后知道怎么样 从三天下一代变成两天下一代变成一天下一代 对啊 最后变成一天下马蛋 所以你们知道这个什么叫科学 什么叫思想 这个东西都意味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对不对 学农业科学要透过农业现象看农业本质 对吧 我学经济的要透过经济现象看经济本质 是吧 主要是有人学社会 就要透过社会现象看社会本质 对吧 你要学政治 要透过政治现象看政治本质 同意吗 为什么大家要在大学里头要学四年 四年不够一不小心还要上硕士 再不小心又上了博士 本来我们是希望要获得一个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对不对 但如果说这个四年出来之后 就看到现象还是现象 本质不知道在哪里 你说这学习算成功的吗 我这个体会 跟我同时学经济的那么多的人 他们就大概不见得透过现象看到这个本质 病人实际上是很客气的 我实际上是把我们经济学的博导教授 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没一个我保留的 我认为他们都是酒馆饭代 什么罗文在那边 他们只知道市场经济的一个方面 不知道市场经济的另一方面 只知道市场经济是一种最佳的资源配置机制 这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 是在我们日常消费行为的意义上说的 高抛低息 东西贵了不卖 不买对吧 是一个便宜了我才买对不对 但经济生活当中有一个现象 要追涨下跌 越贵越买越贵 而且我可以跟他说 经济生活当中 存在的广泛的追涨下跌的机制 不单是房地产业 也包括那个九十年代破裂的电信号 包括这个美国的次贷危机 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摩尔定律 摩尔定律说什么 集成电路的 单位面积上的集成度 每隔18到24月 提高一倍 再提高一倍 再提高一倍 你瞧一瞧 是不是形成一个追涨下跌的正常规的机制 那不一定叫追涨下跌啊 那个 没个情况没给我擦是吧 你看 是摩尔定律里面的计算机的性能啊 它是以什么方式来说的 这是什么曲线 正反馈 为什么叫正反馈呢 由于计算机的性能改进 所以呢 它的售价可以提高 售价提高就有更有钱去改进性能 新闻改进来更可以去提高售价 是吧 提高相对售价 其实你成本还在下降 对 为什么计算机性能能够在 四十年时间里提高到我们想象不到的比 其实输到比就是 有这么一个机制在去做 这个是弃走 对不对 这个是性能走 对 是意思吧 这个方式 那你会发现 这个房地产市场在初期起来的时候啊 它也是 大家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明白吗 慢慢慢慢不敢追 知道吧 你贵了我就不要再追 后来发现这个前面买的人都赚了钱了 再不满房间越来越高了 到了后期 它本都上去了 看见吧 这就是0607年直播的房地产市场 大概在这一段 前面非常长的时间 进展极其缓慢 同意吧 其实汽车产业合作不是如此 从 19世纪90年代 有这个汽车的产业 大生产的汽车比马车还糟糕 好速比马车要慢 然后噪音比马车来的大 对不对 然后路面又是坑坑洼洼不行的 你会发现 坐汽车是受罪 对吧 谁买汽车 只有发烧有才买 不发烧 就不慢 他肯定不买 那后来自电 这个汽车性能改进 对吧 道路改善 吸引更多的来购买 然后有更多的资金去改善道路的汽车 看见吗 每个领域都以正版费的方式来改进 所以我们今天一辆夏丽车的性能 远远的超过1908年 100年前 老斯莱斯汽车的性能 对 今天的夏丽车 今天的QQ的性能 也远远的超过100年前 老斯莱斯汽车的性能 对 是不是一个正版费方的 其实我们还 这是个好的生产会啊 坏的生产会也有啊 比如说这个 我们现在讲这个 这个所谓 温室效应 温室气体排放 二氧化碳的排放 对吧 现在 是不是全球都在 谴责温室气体吗 说这个温度再上升 北冰羊化了以后 北冰羊是已经化了 而南 南极中也要化掉 是不是 有这个说法吗 说然后冰岛要被淹没 等等等等 上海至少要加高 这个三中指的大坝 所以 所以 全球领导人聚会 说我们要控制二氧化的排放 首先有一个 九十年代的 巴西纽约的内部会 叫京都医定书 然后又是前两年的 巴厘岛会 都是要约定 比如说2020年的时候 二氧化跟排放量 我们要续练到 九零年的 百分之九十 有代理的时候说 就年排放量 还能增加 但是你要把排放速度给它 这样子 可是科学家提供了 一个很不祥的语言 这个不祥的语言 就是一个二氧化碳释放 造成温室效应的 一个正常规练条 已经起动 后面可能不容易挡 大概是什么逻辑 说 由于人类的公业活动 这两百年的公业活动 造成了 温室效应的出现 造成了全球气温的上升 造成了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的 冻土带 溶解 冻土带里头 有五次微生物 复活 这微生物可以分解出 大概五千亿吨的 二氧化碳 那么全球的二氧化碳 大气层当中 现有的是多少呢 是七千亿吨 那么 经过的一定数能够每年缺减的排放量是多少呢 我还是不知道 总是不多吧 也就是说你偏偏在哪儿缺减 但是问题 由于温度上升造成 北极地区冻土带溶解 溶解速度要加快 对吧 室方度更多的二氧化碳 然后促进温度更上升 又促进 动土带进入溶解 看见吧 一个正反馈的链条 对此不尽其中 这个链条是通向人类毁灭的链条 我为什么说 叫通向毁灭的时候呢 所以不简单是经济上的毁灭 他没有人用小心吃 做体上也毁灭一把 是吧 这样恐龙什么什么灭灭一把 这实际上都是我们人类了 这上帝看到不高兴的时候 算了吧 再重新洗牌 尤其是重新开洗的 经济 技术 社会 政治 各个领域 都存在着重大的正反馈现象 这正反馈现象 是老人又喜又惊又怕 有恨 为什么不说 因为一方面是汽车性能的不断改进 对吧 一方面是我们大家伙口袋里人手一部手机 对不对 非常好 另一方面是资源的快速消耗 资源以正反馈方式消耗 对不对 环境以正反馈方式破坏 是不是让我们又惊又喜又怕又恨呢 其实还有 比如说我们外面的这些民人 外面这些民人有一个特点 往往他们是从小有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的 对外部世界的抗干劳力 这些人往往比较强 就是说 比如说 这个 我作为一个原文瓶 农业科学家 是吧 你们现在就领域里头 这个基本上你们的符号 代言人就是原文瓶 是吧 这好农业大学 农业领域吧 你说起来 农业里头有什么人 肯定就说原文瓶 是吧 就以他作为例子 这个原文瓶啊 他是点点第一的 缓慢的在积累他的能量 看见吗 前面是无穷的付出 但是收入很少 越来越到后面 实际上一点点付出 就有巨大的收入 看见吗 也就是说 这么反规意味着 一个人的 这个成长 前期是属于 我不说这个社会啊 我说这个个人啊 前期 二十年三十年 是属于劳而不获的阶段 最后那个五年十年 它是属于不劳而不获的阶段 是吧 因为杨胜明 是八十多岁的一个老头子 跑到中国来娶一个 二十八岁的那个小鸟 刚才也不年轻了 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个 实际上到他八十多岁的时候啊 他已经是老头了 这一个人 经历最旺盛 创造力最旺盛 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 绝不是八十多岁 科学上的这个潜力 能够充分施展的时候 是三十到五十岁不是的 过到五十岁以后 基本上就是牢而不破的状态 全球各地 到处有人去请他 所愿事做教授 完了给他一杯薪水 给他一套别墅 那什么时候都不用干 知道吗 因为那时候有符号 说能力大学有了一个符号 其实这符号跟我们平时的课程都没有关系 是意思吗 是没有关系 但是它有符号的关系 这符号起什么作用 就是广大的这个学词 高中生在选择大学的时候 一看能力大学有符号 大家都从那符号来想 其实符号下面没准备垃圾 我对话说多老家 这个 我只是把他呢 我没说这个能力大学的现实 就是不一定会说 不一定会说 清华大学就是这里了 搞了一些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 来做清华大学的领域的 什么时候教授 领域的什么什么 实际上这些人 你根本就不剪课了 再说他这样剪课你也听不懂 因为他玩的那个高中间 你本课声就最是听不懂 看对吧 好 所以你看 这个不劳而过和劳而不过分子 两个阶段之后 就使得我们按劳分配就变得很困难 看对吧 比如说我会修生产线 我是一个已经属于 劳而过状态的一个工程技术员 一条生产线上来五分钟给他解决问题了 看这个 五分钟哪些多好 十二十万 看对吧 你要是一个劳而不过阶段 自在成长阶段的一个年轻的技术员 修这条生产线 怎么样 三个天你修不着 人家是给你钱还是不给你钱 不给你钱说波学你 给你钱 你已经耽误了人家三天的生产 看对吧 明白吗 我们这个世界最根本的复杂性 就在这个政反会上 那好 建议就说 我们怎么样这个政反会的好处 但我想要它的坏处 就有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政反会这种发展路径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未来这个世界 可能不然经济上 是极少不能操纵的 而且因为技术上 也是极少不能操纵的 绝大多数人都要被废掉 这话怎么讲 比如说进入大学 未来的大学 就没有往事了 全是三维力体投影 你看到的是中国最优秀教师的讲课 讲课的效果恐怕要比真人讲要好 因为真人 他要是不认真不敬业 这个没有钻研精神 他这个当一天核上造一天 这种老师 他的这个现场讲课的效果 约缘不如一个三维力体投影 然后两维投影 效果来的好 可以吗 作业怎么办 全提口 你做错了之后 他自动批改 批改比老师要自信 告诉你哪有个错 错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 你去看哪的 参访是哪页 考试的当然就更是提供 学校里如果说还有老师 只有一种就是助教 助教的干人呢 就是让你别动 到医院 医院里头没有医生 怎么没有医生的很实 连医院都不见得过 未来的医院形态都会变化 并开并在家里看 比如说我发烧感冒咳嗽 你回来往里输入 对不对 他也没事了 远程 医疗在家里 就给你整罩了 你可能是感冒 还可能是肺炎 还可能是肺癌 对吧 怎么办 说你去做X光 你去做什么这个 学业的化验 什么尿量的化验 是吧 做痰的化验 就是总之吧 还是做化验 然后我就 我就拿了一个化验单 这个化验单 不是现在你自动打印的啊 是不是不需要打印 全部进入你个人医疗信息卡 知道吗 拿你张卡 这上楼既有你的医疗信息 又有你的钱在里面 看见吧 X2卡 是社区医疗点的东西 看见吧 有一些社会的人 但没有人 比如说你做X光 拍刷卡门就开了 你就进去了 他说向前走两路 向前又转三十度 跑步行动 看他就造 全是计算机化 自动提示啊 完了这个样片就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需要有人去看片子吗 不需要 因为有计算机 读像自动识别系统 看见吧 啊 最后上 就是肺部 哪一个位置上 有几层几大小的阴影 这是肺炎 你清楚了吗 不是 我说肺炎嘛 那个就是该是什么药 是什么药 干啥工程啊 好 我们打成这个方案 还需要 那怎么打成这个地方啊 是什么啊 是 是 哎 假如说肺癌呢 肺癌也有了 你就到一个手术中心 这手术中心要是多功能 加工中心 怎么办 我不知道诸位体会好吗 这里头是各种各样的方具啊 这个负担的手机 就是你上去之后 第一件是一些麻痴 选担不会麻痴 然后根据你的身体的这个大小 胖瘦的尺寸 量身定做一套走刀的程序 然后就更高 就开始了 哈哈哈哈 可以的 最后做完手机 出来了 ok了 知道吗 医生你没见到 我哪个说 真是阶段 他这个的 那我们人干什么去是吧 是不是有人要编层 对不对 这一切都需要有人编层吧 是吧 不错 监管的世界 是用编程序的程序 去编程序 现在一个三千人的软件公司 其实要不了到一个零年 很快就可以采捡到三十 五二十万人 这世界就会变得舒服 这个就所谓叫考贵买 是百分之二十的人是有工作的 百分之八十的人是没有工作的 没有工作的百分之八十的人是靠奴国的 就是靠失业救济 养老保险 什么这趟地区过日子 反正是死不了 不受罪 知道吗 然后呢 百分之二十的人是什么状况呢 是有钱 但是没闲 百分之八十的人呢 是有闲 但是有资 没钱 世上级一就是这么配置资源了 你不是觉得世上级一可以最佳的配置资源 他就把人们最小的资源配置到几少分手里去 OK 好 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 今天一个无人化的世界 为什么可能出现 这是我们200年工业革命之后继续进展的结果 我们看一看 出现了一个无人世界 作为到北京没多久 对地铁有感受吗 地铁实际上 理论上一个人都可以没有 对不对 如果没有恐怖分子去炸地铁的话 安检的设备需要吗 售票人员实际上是个提示 是告诉你怎么买票 是吧 除非是老婆 老太太需要有人帮忙 一般的 我们这个号人 根本就不需要 有什么人在外面 全是自动的 地铁的列车 有人需要驾驶吗 告诉你 真不需要 实际上是为了保险期间 才有驾驶员 要是放心一点 就完全可以无人驾驶 因为地铁的特点 跟火车一样 什么特点 它是只有加油刹车的 它没有这个平面上可以运动的 它那个方向是被轨道所控制的 看见吗 所以地铁司机是傻瓜司机制的 有没有吗 这汽车司机是要特领勃的 这地铁司机是傻瓜司机制的 傻瓜司机的自动驾驶问题 技术上已经高度 如果我们学航空的话 航空就知道 大飞机的驾驶 在技术上 无人驾驶 已经成立 自动起飞 自动降落 自动巡航 为什么还要飞行员 飞行员的飞行员这么高 到底很简单的 去保险作用 这就是 这个你要退回到两百年前 如果法尔纳写海底两万里的时候 法尔纳写海底两万里的时候 根本就想象不到今天世界 就是这样的世界 OK 然后这世界就意味着高度的精英化 这是一小撮人控制了世界的巨大的猜忍 OK 这意思吧 好 经济上是这样 技术上是这样 各方面它都会是这样 既然那个结果会怎样呢 这样的结果 我们大多数人也会沉默 后来结果我们说这个好 这世界我们能重新分配一下 对吧 他们给杀了 看你们看 这就是要暴露 然后就是 狼把羊吃光了 羊把草吃光了 老虎又把狼吃光了 最后整个人类社会的实验 就崩溃 知道吧 所以注意 正反馈 即使我们日常生活 点点滴滴技术改进 生活条件改进的 根本的利益 同意吧 但是同时又是我们社会 两极分化 各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本的利益 同意吧 它有同一个动力 就是要自立 只要我们每个人 都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 有的人是玩妥奇 有的人玩藏起八探 它最后形成的结果就是最绝 怎么样 社会周期性的崩溃 过去以为 社会周期性的崩溃 是王烟培 问那个毛泽东的问题 是吧 其实现在错了 资本主义世界 你会发现 也是周期性的崩溃 而这个周期 比我们要短一点 三十年一次 大的增绩 对不起 稍微 更大一点的呢 我们现在大概看到 六七十年一次 好 所以 等到诸位 睁开眼睛 来到大学 想抬头 我参观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界已经变得 普通人不认识了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 是一个根本搞不清楚 这个世界 是该 不懂得是满意的道理 根本就无从了解 我们这个世界来发生什么变化 就没有一个残的历史感 知道吗 我们今天这一切 实际上是一个 缓慢发展过程的末期 知道吗 怎么办 这个政治 你可以把这个看成 只有十世纪吗 这个就是二十世纪吗 最二十世纪初期 一切都达到极致 你看见吗 政党这个峰值 我们来接近 无论是技术发展的峰值 还是自然消耗的峰值 还是环境破坏的峰值 还是人内心投机化的峰值 都在逃 不光是诸位啊 你们的父母现在 恐怕也比较浮躁了 今天听说 这个谁买什么股票 涨了多少钱 明天听说 谁买什么股票 又涨了多少钱 这个贩工上 天天这种东西 我这个 我也不是资料整体办理 本来应该去年七月份出版 去年七月份 经济科学出版是大营出版 可是那个编辑啊 是一边是在大学里头 这个我自信要主编 主编的特点 我进了北方 就是在背头趴着 就不动了 你知道吗 人家说海贝 我已经是虎编子了 虎编是什么特点啊 虎编的特点 就是正反馈发展 慢慢的积累过来 这海贝的特点 它好想飞越 是吧 它不停的坏了 那好 进一步说 去我在大学里头是 迎来送往 送走了N届大学学生 感受到大学学生 无量也不知道 感受到毕业以后 那个在毕业晚会上的那些话 是越来越迷茫之的 不知道学到什么 抄笔记 背笔记 忘笔记 是很多学生 在大学思念的人生 会计 大学第一年是非常好的 第一年是延续了 高中的优良的学习习惯 拼命的学习惯 后来学的学生 不知道 这个世界我们要看一看 不能光埋伏啊 所以一抬头就坏了 一抬头 别人玩的游戏 你都觉得想擦不擦 不知道 别人谈恋爱 你也想 人家成帅成对的 我也得自己打 是吧 别人玩游戏 你觉得人家这么投入 肯定你会有什么好玩 咱至少要试一试吧 是吧 那不能让人家出老外 是吧 花样开始 越玩越多 完了这个 心就越来越收不拢 是吧 然后最后 最后一不小心就要提中考 一不小心就要提过考 那怎么办 那就是操笔记 黑笔记 忘笔记 然后大学四年出去了 说你学到了啥呀 他脑袋理想是空的 所以父母不知道啊 实际上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人家大头就是父母 知道吗 这孩子在大学里头 这个他觉得一定是学知识去了 其实啊 大学在往这个学生的脑袋里头灌石 我没话说得这么好 这是一个黑客 这个篡改了清华大学的这个一个主页 借清华大学校长的名义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我们清华大学就是往这个学生的头脑里头灌石 然后第二天清华大学发表两句说 他对付我们这个小的可不可不出这句话 实际上就把说出了非常多人的形成者 这个字位 我感觉 说小学教育 中学教育有问题 硬式教育 是不是有问题 确实有问题 但是跟大学教育 脑袋跟灌石教育相比较 好不好 不错 很好 我这话说大家这个 很郁闷啊 因为这个 这么多年的奋动 他终于爬到金子他顶尖 一看是被拉出去 本来以为金子他顶端总是辉煌的呢 为什么是这样的 不怪谁 我认为真的是要怪大学怪老师 我不怪能力大学啊 能力大学是好的其他大学是好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没有大学 在这里既然我是客人 你能不能灯到头 我还得被灯到头调不掉 吃得紧 你知道吗 为什么是什么是一个优秀的大学 什么是一个优秀的大学校 什么是一个优秀的大学教师 你们思考过这些问题没有 一个优秀的大学的高等数学的教师 讲完高等数学这门课 应该让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 变成高等数学的尼 就是你 你就采取了浓厚的兴趣 你办法 因为优秀的大学的化学老师 能够让本来对化学讨厌的学生 产生兴趣 因为诸位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你要把兴趣的老师 请到你身边来 请到你朋友里来 这个老师是最优秀的老师 那么什么样的老师能够给大家能够带来兴趣 一定是他自己对这个学科 对这种知识又浓厚的兴趣 明白吗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大学老师 真正感兴趣的 其实是共同 所有专业只对一个兴趣 一个东西共同感兴趣 大家就说出来 所有的专业知识都不让他的兴趣所在 都是他吃饭这家伙 这是我们大学教育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 随着我们大家这个社会整个浮灶 这么些的风气越来越浓厚 你就会发现 这大学教育是你坐不住啊 OK 坐不住天天是想钱天天弄钱 完了课堂教育就敷衍 OK 对学生就不认真 别说是教书育人 你甭说育人了 育人多难了 你先把书教好 他就教好 OK 那什么是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呢 能够让这个大学里头 百分之七八十的老师 变成能够启发学生兴趣的教育 这个就是优秀的大学校长 问题 这样的老师 还有这样的校长几乎等评 明白吗 有一些校长 他自己是专业 没有错 但是在启发老师们的 参业精神上 启发老师的浓厚兴趣上 他绝对是个外科 OK 那大家说 你这个话说得越来越惨 而且越来越真切 搞得我们这大学 一年级的新生们 就不知道怎么办 是吧 那难道我们就退学吧 我说校长几乎谁做那种 韩老师说的 看个人 小几乎你帮我带起来 我告诉大家 其实你们所感受到的这一切 我在1985年多多少少人感受到 我是85级的学生了 你看 那时候 钱的分量还争不重 还有不少的好老师 但也已经有不少不好的老师 所以怎么办 当我体会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有一样东西就特别重要 就叫自学能力 其实 当过去老师给我讲 自学能力 各个人都很重要 我自己是相信 但是我那一方面在提过 那老师在推 推卸他的责任 说都是自学 最好 那我们马上大学 我们都自学没学了吗 是不是 现在 什么专业的教材 是不是要买不到 什么专业的课程 如果我们搞清楚 如果都是自学的话 我干嘛 这个模型很简单 当然 现在 可以说大学有一个作用 就是 如果我们大家有那个学习气氛 而愿意钻得进去 有老师的讲课 好不好 我们且听着 可以吗 当业余时间能够有交流 能站得进去 其实就能够出来一些东西 还是可以的 可以 这个 我反复再提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 不知道农业大学 每届都可能造过 是不是也是 三千 两千八 三千八 三千八 三百八 你要想一想 一个简单的道理 其实像我们北航 或者你们农大 在一九六年的时候 我们每届造的学生 就是两百三百 一届就是两百三百 这两百三百 后来出来 各个是各大战线的 这个栋梁人才 看见吗 现在我们三千学生 里头都还能出了两百 就很不容易 那希望今天再度的诸位 就是未来农业大学的这两百 但是不容易哦 为什么不容易 因为当初的这个社会风气 整个来讲 是要你 要你钻业 要钻一行 爱一行 要又红又钻 是这个大学里 在六十年代的大学 它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团支部 党支部的主要工作 是劝大家去跳的 为什么 因为你天天趴在这个树的里头 它冲不来 就怕你脑筋看坏了 对吗 眼睛看坏了 身体看糟了 所以天天鼓励你要出外 要去跳舞啊 要去跑步啊 打球啊 他干这个 现在呢 是相反的 现在大学里头的老师 拼命希望你们回到教室 他就是坐不住 外面的世界 很精彩 是不是 所以 实际上 当你们真的要 认真的希望要 想象 展望你们未来一生的时候 其实我认为 第一 一定要记住这个 正反对模型 准备 二十年时间 没有人赢 准备了二十年时间 人家说你是傻高蛋 人家说你是 清高 人家说你是 没钱的穷小 穷姑娘 你得要准备 至少准备二十年 为什么时间要这么长 因为今天的现代技术啊 都确实比较负担 不是四年五年的杂务 你真要钻进去 没有二十年你倒标 倒标前公司的 到了前方之后 这后面的技术好挖 后面就开始到 老二不破的阶段 前面是 这个不老二不破 后面就到了 不老二不破的阶段 那个时候 如果你真成了 农业的这个 种子专家 或者化卫专家 土壤专家 农机专家 你要真的是 这方面是 顶尖的 那个时候 虽然 其实你从你的 个体体验上来讲 已经很轻松了 但是这个社会 还会尊重成为 的这种王子 OK 就像我们 尊重成为 这样的一样 武装作为 提问到没有 这样的成功 是真正的人生 真正值得 骄傲 值得自豪的成功 真正是会社会 创造的财色的成功 同意吗 同意 所以 第一 我建议大家 要从这条道路 要从正反馈 建议和发展的道路 不要浮躁 欠尽浮躁 要把每一件小事 做好 要把每一道公事 演算好 每一个习题 要做好 这个 他真没办法 这个学问上 你真要做进去 他来不得 半年的虚伪 这都是 人家说的话 不是我说的 我只不过 转述一下 我用这个正反馈 模型 来解释一下 今天主演 有浮躁的心态 所以听的那些老话 都觉得 那是过去时代的东西 那是你们那帮 老家伙的事情 我告诉大家 实际上也是 新家伙该做的 应该 过去有很多格言 教导我们 要怎样 要水地石穿腿 只要功夫生 填属魔神针 这我们想 这填属 咋魔神针呢 你真是功 这填属魔神针 是真不如 我怀疑它 确实不可能 为什么 填属你怎么磨啊 它不会磨的磨的 速度越来越快 知道吗 不会吧 可是学问 做着做着就越来越浓会 所以 如果说填属 是不可能磨成真的 但是你这个学问 做着做着 真有可能达到 一个贯通的境界 达到一个 对 你知道吗 那么有人现在在流行的词汇叫 人生规划 对不对 我建议就不要规划 为什么不要规划 规划就会让你浮躁 规划说我五年以后要干什么呢 十年以后要干什么呢 十五年以后要干什么 干不成你就浮躁 目标就容易动摇 其实我的这个建议是非常古老 叫 只问耕耘 你不要闻收获 只要你们 钻到你们任何一个专业里面过去 按只问耕耘 不闻收获的态度去学习 四年以后 我不敢说你怎样 但十年以后 我会知道你 至少会自我确认 二十年之后 这个世界都会确认 知道吗 这个 好 如果说 作为同意这么大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要出来 就是说 你不小心成了专家 虽然到那个百分之二是咋问 我一切的人手里了 看见吧 然后被人杀掉怎么办 哈哈哈哈 把这个人杀掉了 OK 因为大家恨你啊 因为 其实你这个钱来的 你也是前面借得过的 是不是 前面闹口你也不熬了货 你后面我刚刚开始不熬了货 你就要把我杀了 你觉得这个他不公平 但是这个老百姓 他没这么想和有钱 反正都是你钱拿过的 看见吧 杀了你 对 行吧 当然 你一般来说 技术专家不会这么让人遭恨 像巴菲特 Getz 这些也会让人 投资 像我刚才讲的 六十亿变成一天一个那个家伙 过去给那些 某个系的学生做主习的 他 他 一不小心 他玩股票后面也是转家者 操作能力很强 他知道什么时候的精神热出 反正是挺神的 再加上这个政治经济的 这个网络编程很好 消息特别的 你们小心吧 我们公家又有多少钱 又有多少 一千亿啊 他一想就给命走 知道吗 还命到国外 中国的财富 就通过这个人 流出一千亿 肯定 他得移民啊 走了 哪有是人家的这个步骤 好 那我跟你说 这个 他跑到美国去也不怕 对吧 你帮我们给他逮回来 是吧 那总之 就是有这个问题 这问题也就是说 正反对积累机制的成长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 应该说 是成长的废物之路 但是对于社会而言 如果你把成长的这个 成长创造的社会价值 都夸位极有的话 这社会是很难接受的 你知道吗 不让诸位 是可以体会啊 原文品 今天我们大家 都在这里接受的 因为他创造的价值 实在是太大了 看见吧 他的享受其实还很微妇气味 他仍然穿得非常朴素 吃的也非常朴素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接受 很尊重 但也有人不是这样的 什么东西干呢 当然也干了一个 然后就没过去 全面都不自动跑 这个 其实就意味着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 这种反对发展 我们都为谁发展 为自己吗 如果说要我们自己 功成名就去 我们要更多的社会财富 聚集到我们自己身上 去挂担我们的才华 那实际上 很可能是 你可以按照社会游戏规则 把钱都买过来 但是这个社会要不上 所以怎么办 怎么办就出来 我们今天要讲的 要和谐人生 完美人生 怎么讲 希望大家 以为人民服务的心态 去积累 增长 发展你的才干 这个就高了 说为自己的遣财服务 去积累才干 对 我们前面都听懂 对吧 这个意思吧 说为人民服务 我一下子就泄气了 算了 积累算了 积累起来都比人 这么多有什么意思 不惯 好 这样的吗 有些人说是 有些人说不是 看来我们的课堂 还有很好的风气 说明 我们还是有些人 愿意用 为人民服务 作为我们的动力 去积累我们的知识 增长我们的才干 以正反馈的方式 去 做我们的事 这样的人 是有很多前人在 其实就是前学生 前三强 原来的朋友 这些人 他们是不是在 持续的积累 是吗 是的 但他们又不是在 为个人的财富 获得地位 去积累 他们在为国家建设 在积累他们的财富 积累他们的知识 增长他们的才干 对吧 这个 我不知道 诸位怎么体会 中国 今天 是 一个什么国家 今天中国 是一个肥大的国家 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怎么叫肥大 最近 网上报复了 一个墨西哥的男子 半吨重 半吨重 千斤吧 半吨重 这个半吨重的这个男子 除了吃了 他才不退 然后这个 重量也太重了 结果还是新冠 带不得这么多指标 今天的这个中国 特向墨西哥男子 一堆嘟嘟嘟嘟的肥肉 就没有肌肉 没有骨 没有神经 我不知道诸位 怎么体会啊 连越南这个小个子 也敢跟我们叫板 连台湾那个 台湾的地 也敢跟我们 这个 叫板 是吧 而更不要说我们东海 直冰的日本 诸位想体会强大和肥大 是这种感觉的 我们今天大介绍 有了各种各样 世界上最先进的 高科技产品 我们要的世界上最先进的 T3航站 这个航站 是我走过的各国航站 我当中 最漂亮 功能最先进 是一个最宝贵的 北京的T3航站 真的是 我们要的世界一流的 北京和天津之间的 层级高速列车 我们也有了世界一流的 奥运会 但是这一切 都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肥大 不是强大 因为生产 所有这一切 技术产品的技术 都不是动作 比如说 鸟槽 是法国人 是 对不对 我们的曾经 告诉列车 它的发动机 它的自动装置 是 进口 我们这个在座 自卫头上的 这个电灯 日光灯 是飞利浦松下 我们所用的手机 哪怕你是 波导手机 科建手机 里头的芯片 对不起 进口 我们是拥有的 联想计算机 以为这联想是 民族品牌 错 芯片和超级系统 是进口 对不对 所以今天中国 拥有了似乎 一切先进的技术产品 当然 军工产品之外 明用的 差不多不定 而且常常是 最先进的技术产品 一出来我们就买 工历有的是钱 说的 钱哪里来的 钱 对不起 靠的是我们严海 三亿农民工打工 赠来的血汗钱 然后这三亿农民工打工 赠来的这个血汗钱 放到城市里头 让我们可以去买这个买那个 这个就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技术主导权 不在中国人手里 中国的工业主导权 不在中国人手里 商务部出台一条条报告 说中国的二十八家产业 二十一家 落入了外资控制之中 可是诸位 商务是我所批判的 因为商务部是特别清雷 特别清外的 商务部特别强调要和国际 就这么一个比较 基金与卖国的 我们的金融业 也在逐渐过外资控制之中 中国的经济 金融的并脈 逐渐掌握在华尔街 手里 掌握在法克福 掌握在伦敦 这种情况下 我们中国出现了一个 高速城市化的过程 我们看到了一切先进的 现代政策 但是中国从本质上说 是一个打工国 不是一个世界工厂 是一个世界打工厂 我们的经济是衣服型的 是脆弱 一旦美国刮起次贷空暴 金融危机 中国紧急的恒联 经济上明显的 进行衰退 中国 因为是打工国家 所以一旦我们的法 工价提高 我们要工价提高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中国的 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要上升 农民工的生活水平要改善 就是意味着工价提高 可以吗 只要你工价提高 外资就流走 外资在全球各地 寻找成本最低的国家 去投资 可以吗 只要我们是依靠 外资的经济 就意味着中国农民工 中国公认工资水平 永远不可能提高 国际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叫探底竞赛 英文的说法叫 reist to powerful 就是向底部竞赛 哪个国家的工资低 哪个国家西外资能力强 对吧 过去是中国工资低 所以中国西外资能力强 后来是 现在比如说 泰国越南这地方 他工资又比我们低了 外资又走到他们去 然后我说 我偏偏工资降下了 你快回来吧 你看 他再回来 对吧 所以依靠外资增长 是一种依附性的增长 什么叫全球化 各位听清楚呢 全球化就意味着 中国经济的主人 不在中国 主人在华尔街 主人在东京 主人在华尔克福 主人在卢尔 中国这里是奴才 知道吗 当农民工变成奴才的奴才 跟奴才跟奴才 这个就叫回答 靠的是中国人多 靠的是我们劳动力便宜 然后用巨大的廉价劳动力 墨墨部分的身材 塑造出一个 五光十色的城市世界 是一个美能美奂的 日新月异的城市世界 这个城市城市世界的 受益人口 大概在六千五百万 六千五百万 是中国十三亿人口单独 不知道钱怎么来的 就不懂得 我们国家的账 怎么算的 你就还是个小孩子 孩子怎么成长 就是你要知道 家里的这本账 是钱怎么进的 怎么出的 花在哪里边 这你就 逐渐怎么给 这个国家的主人 你就逐渐开始 成熟的 你知道吗 这是我讲的 高科技和高科技的工业 是一个国家经济的肌肉系统 没有这个 你是不强大 什么叫骨骼系统 什么叫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比较好解释 神经系统是我们的行政品系 可能我们是要神经系统 也出问题 传入传出神经都有问题 交易部的一个副部长 叫张宝庆 快退休的时候 说一句真话 说中国是正令不出中南海 他要不是快退休的 快退休的反正是 人之将死其焉 随便 这个因为传出神经出问题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说法 说叫 村骗香 香骗献 献骗神 神骗狗院 一击击网上骗 一直骗到狗院 这就是传入神经 出问题 对不对 如果不是中国今天 传入传出神经出问题 诸位可不可以想象 旷呐一件接一件 可不可以想象 三入奶粉的 这个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信息失控 一个人 肌肉萎缩 骨骼 什么这个啊 腰椎肩盘突出 对不对 完了这个神经 要传入神经 是什么 完了 我们假设这个 伸出神经是好的 那他要是什么 老年时代 老年时代 这咱就更不好吧 对吧 所以 我是想说 实际上因为我们 过去 这三十年来 有一个共同的设备家观 就叫自私自恋 自私自恋的结果 你会发现 中国就重新赐风 一盘散沙 没有凝聚力 谁都只想自己的小酒酒 谁都不考虑 国家大事 看见 谁都不考虑 自己行为的社会后果 我们只知道 要出国 要留学 要发财 要支付 我们不知道 这个结果 它恰恰使得中国 成为一个大公国 一个附庸国 使得中国经济 处于一个危机前夜 其实 现在是正在进行改革 了三十年的总结 辉煌成就 对不对 完全正确 有没有问题 另一面没讲 代价没讲 前途没讲 这样就是 这个片面宣传 所以为什么要讲 和谐人生 和谐人格 完美的人生 实际上 我想说 我们这个社会 还是需要一批 能够为国家和社会 和人民的利益 能够兴兴业业业 长期积累的 一代免筷 那为什么叫和谐人格呢 和谐人格说的是 当你要按正反馈方式 积累你的知识和才感的时候 你的人格 就可以出现五个层次 第一层就是拥有知识 这个大学基本就是传授知识的 这个今天的大学 跟古代的大学 非常不一样 古代的大学 要传道 涉业 结合 今天的大学里头 没有道 没有大道 只有知识 知识是什么特点 知识是分门别类 无穷无尽 知识是高度专业化的 知识是高度专业 道 道是什么 道是以一欲万 以简欲凡 一通百通的 那个叫道 明白吗 所以大学今天 一看到西方的这个教育体系 我们现在就在传授 分门别类的知识 可是你知道知识的特点 还有一个特点 知识是不停更新 你刚学完它就废掉了 刚学完又废掉了 因为它出来新知识 老干 所以 我在这里头 要讲双层的 第一 要透宽力的知识 这没有错 没有错 要学好大学的知识 这也没有错 但是不要以为 这就够了 这是远远不够的 要用第二篇 要用智慧 智慧 可以让你粗位藏风 智慧可以让你 主义反三 智慧可以让你不单在大学里 是一个好学生 而且智慧还可以让你认识社会 认识人性 认识你的父母 认识你自己 古希腊的责任 苏格拉 说这实际上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认识你自己 我自己是什么 不知道 实际上我一定要认识 这个社会之后 才能够认识到我自己 因为我是整个社会大潮里头的 一个分子 别人 比如说我穿了一件衣服 别人说我好 我下次这种衣服就多穿一点 看见吗 你的行为就被别人的评价在改变 看见吗 是不是从小 我们的行为就是被别人塑造过来的 将来也一定会被别人所塑造 看见吗 所以大家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别人怎么塑造你的行为 你就无法把握你自身 看见了 无法选择把握你自己 随波逐流 无法积累 看见吗 所以告诉大家 实际上大学里头希望诸位 不单要掌握你的专业知识 确实也希望大家能够变得更有智慧 我本人在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我已经不上课了 我是这个美门课人 第一节课我还去听 最后一节课我也去听 第一节课去听 知道他要讲什么 用什么教材 对吧 大概是这么一件事 最后一节课知道他要考什么 中间所有的课我都参加 用18周的课我只参加16 两周 16周我们参加 当然我还保持了一个 优秀生的称号 这个考试成绩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这跟我专业特别有关 大家一定是用 我那个专业的知识实在太容易学了 这个让人很讨厌 这种 根本不用费劲 稀里糊涂的去做 我那五天的时间 我实际上两天 周六周日 然后这个 去问我的那些同学 说他们不知道哪些作业 然后我周六周日 连看了书代做作业 就交给学校 周一到周五 我都在重管炮 全部是按照自己的兴趣的 一直往前走 看 从不轻易接受一个管理 但是一旦接受 一定出发作我自己的东西 达到举一反三 不会灌这个问题 看 这种积累方式 既是鉴定的 还有时候社会就灌了 那我希望大家 虽然不见得说 大家都去 三四年级宽课 对 对 我这罪名可对不起 我只是告诉大家 不要 空对你的大学业余时光 实际上 业余时光 很可能会比你的 正规课堂教学 来更加宝贵 但是你要 你要沿着你的兴趣走 沿着你的问题走 这样越读书时 越有兴趣 越有兴趣 越容易读乎书 这样 这样和真正自己的 都以思想见解的 真正有专业性成的 这个学生 第三个 想跟周围高说的一词 叫责任 责任是什么 责任是智慧的源泉 我为什么要跟周围讲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大责任 听上去特别讲 特别大 特别听 但是 正因为你承担了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个大责任 你心里头默默承担这种大责任 所以责任感觉特别强烈 积累知识的动力 增长智慧的动力就会最强烈 如果说我只是要个人活得好 你不知道 个人活得好 有很多种活法 最有意思的一种活法 就叫过把瘾就死 别说你对自己不负责任 对父母不负责 连对自己都不负责 对吗 是意思吧 你当时只是对自己负责任 对不起 自己这个东西好像不容易负责任 我干嘛有努力 说你将现在努力学习将来会有收获 我们大家一琢磨说 现在的努力学习 就现在要付代价 将来有收获 其实在学习里头淹死的人 远离度过去的人要多得多 知道吗 你要搞清楚这个现实的话 我干嘛还要学习无鸭 我不动了 我在此案中死掉算了 不然你就死不行了 你看 这是一个博力推理 真到现实生活当中 它的情况是这样的 比如说 走走走哥们一起踢球去 我去玩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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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你何必那么苦自己呢 是不是啊 玩去该放松放松 你看 一放松两放松 注意 放松也是也正反备 越来越放松 最后都放出去了 所以实际上 这个过去陈毅 是说过这么一句话 一个人的追求人工目标越大 一个人的才华 发展的潜力才越大 对不对 当我们没有大路标 只有自己的小路标的时候 老实点 这个 你走不远 走不远 你先得要词为 想词为 一 一不小心词为 背的比较高的鸡 是吧 你说现在 我就想做 背的比较高的鸡 其实呢 你就永远在地上 反护起来 看电话 叫法护起上 仅得其中 就有些都是老辈的 孟子那种 天将将大人于心 也必先 什么 老其心 苦其心 说什么 这个 信发其身 行动 这所谓 可是谁背这段话 谁就是一个古典人 谁说过完 也就是 谁就是个现代人格 听门吗 谁现在还愿意去做 那个古典人格 谁还愿意去做 这个要 但是将大人于心 说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 啪一家伙给你破 对吗 还是该吃啥吃啥 该喝啥 该玩啥玩啥 可是如果真要这样 就不要上大学 其实 我做一个初中生 毕业马上去打工 立刻就成了一个赚钱的人 家里头挣钱的人 你们到现在一进大学 就成为赔钱货 什么的 没错吧 没错吧 为什么要成为赔钱货 是因为你要成大财 所以愿意让你赔钱 对不对 最后你这个胆水出来 还是一个匹财 对不对 只能被人烧掉 成不了洞 为什么要让你烧掉 是吧 别说是作为个人 作为家庭 作为国家也是一样的 对于责任感 其实是一个人成长的 至关重要的东西 有这个东西 作为枢纽 纽带 智慧和知识 就有了载体 否则是没有载体 我们今天大学教育 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把责任两个字 从你头上里面再要 要的全是权力 西方教育是不讲责任 只讲权力的 明白吗 其实越讲责任 你的权力就自然越大 越讲权力 你倒是不会有责任 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 非常不好 这流行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有一个朋友跟我讲 说今天我们流行什么段 说要追求一个 什么样的生活目标 要位高权重 责任期 要数钱数到手凑金 是吧 睡觉还要睡到自然醒 说孩子叫爹 他还记不清 是哪个孩子 我从说的把一个 极其贪婪的情侠 带来我面前 这就是所谓成功的事 当我们都去把这样一种形象 作为我们的人生偶像的时候 实际上 他的成功 你不知道他其实恐怕也是经过不难的 你就想着一步 等天要轻轻出生赠大钱 对不对 真正看就是你 这个我们 今天在座主委 绝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对不对 有人说 如生子女 小皇帝 怎么办 自我做心 是吧 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才能 然后又把孩子当皇帝看了 这皇帝你看这就全国了 是吧 都哄了他 护了他 我说臭 这说法根本就臭 如果真的爱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我们的孩子 教育在肉之为 他特别重视两个字 一个叫情 一个叫相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教育的时候 百善 笑脸 万恶 懒没舍 你只要懒 长大了之后 作为一个女的 懒容易进红灯区 作为一个男的要懒容易抢银行 对不对 因为这都是来情最快的 我这话说得特别好 所以 我也要稍微担待一下 就是我爸话说猛了之后 你们这边 刚刚大姨的心思有点瘦了 送到的教育 强调情是要干什么 是让你学会认认真真地处理好每一件事情 强调笑 是要让你换位思考 能够懂得体谅你的父母 推而广之去 去甚至到我们这个广阔的社会 有这两条教育出来的孩子 真按照传统文化 可以教育套助成词 但是我们今天的真正的教育 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教育 自由主义教育 说的就是孩子有权力 有隐私权 有人权 父母不能看日记 对吧 不能打 不能打骂 就只能是让孩子自己 他想干什么 这个西方的教育 才造成我们独生子女症的原因 那根本原因是在这儿 我是有孩子的 我就知道 如果你是尊重孩子的人权 你一定是被孩子领导 不是你能领导孩子 那个小孩子刚出来才一岁哦 我就知道他会很会领导我们大陆 怎么讲 哭是他的大棒 打我 笑是他的胡萝卜 讲理我们 看见吗 满足他 又 他就给我们胡萝卜吃 他给你笑的特残 不满足他 哭得惊天动地 给我们胡萝卜也很 打棒也很厉害 看见吗 你只要是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一定最后是大陆那孩子领导 这孩子还有一个天生的特点 别看他小 他特知道谁对他好 谁对他不好 他不知道背后的大陆基 他只知道你说 我要凭我给 我要什么要给 他就觉得这好 甚至两个人的脸色 他就看得出来 我再脸色一眼 然后他的这个 他爷爷要是看得 就觉得一心疼 他就找他爷爷去 他爷爷就觉得得到奖 你看 他马上对大人进行挑补一间 看见 欢化 瓦解 挑补一间 胡萝卜和大棒 这一套东西就是领导艺术的精髓 我们还不知道 你只要去满足他的欲望 一定孩子最后就是惯了 一定最后就是越来越放松 要吗 要权力吗 不想要约束吗 不想要责任吗 我们今天的这个自由主义教员 真的不知道 其实孩子是个小笨 他真的既需要打 又需要骂 也需要根本的关心和爱 都需要他人 缺一个成分 实际上就不可以 作为当然 说 哎 你这个话说的呢 那你打我吗 我不是说我要打 我告诉大家一个基本的道理 就是 如果说你只是一个维权意识 只是一个权力意识 没有一个责任意识 将来你是一辈子是一个孩子 一辈子长不大 知道吗 成人不自在 自在就起不成人 这古话说的并有存 所以第三词叫责任 第四个词会 叫意识 一个人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难得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是吧 一个人尽一点责任并不难 难得是一辈子尽责任 难得是对你的承诺 能够坚持到底去旅行 这要靠什么 这个实际上就是要靠意识 而意识这个东西是 今天这个设备的稀缺品 特别难得 就以诸位来说吧 你们可以马上给体会一下 就学校里头或许早上有早操 眼看着冬天就来了 秋风一阵进水阵 说要六点钟起床 一想 今天外天风真大 我不去了 明天他没用 这个外面下小雪了 我不去了 一来二去 后天是什么 是昨天晚上睡得太好 不去了 再后天 反正是我 我要今天多休息 我养经虚烈 所以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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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言之 你可以找到无数理由 无数理由 放入自己 但你要找到 能够历练自己 锻炼自己的动态 只有一条 要有你的坚强的意志 去管住你的肉体 知道吗 不要让你的肉体 是一个 说大气主 高高的站在你这个头脑 大脑上跑 八死八掉 他的肉体现在干什么 你大脑的心 OK 那你已经完了 嘿 就是说到底是要你的大脑 能够加一种的肉体 最轻这个有点可怕 这人什么人 把他过去都管得死死的 不是管死死的 看我也很放松是吧 怂死的 没管住是吧 不是 该管就管住 不该管的 你别想管是吧 是意思吧 诶 诶 读位 是因为意志这个分析 实际上 如果你逐渐达到 意志对于身体的 驾驭力越来越强 其实 就会出现一种状况 这种状况 是过去 古人常常提倡的 是个鱼丹 在电视台上 讲的那套东西 因为你一直坚强 因为你能够排除干扰 所以你的心就能够静下来 知道吗 你的心能够静下来 你就能够学会思考 学会找到真问题 找到真办法 否则的话 就会是对付 一对付两个对付 最后就对付毛病了 其实对付一次 是不可怕的 对付两次也不可怕的 一直就这么对付下去 你这一辈子就对付过去 所以意志 其实真的希望 诸位能够去增强自身的意志 这地方推荐毛泽东的那句格言 叫野蛮其体魄 文明其清智 别把自己搞得太娇气 看 风雨里走一走啊 跑一跑啊 是吧 这都可以 本人有两次这个经历 我感觉到 也还是蛮有趣 一次就是在大学期间 这个骑车骑到杭州 每天骑到杭州 这个实际上 真的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因为 这个 人家混军走两万五千里 人家又是两个小组 我一两公主都知道 我一半就到了 然后大学毕业以后 留在学校里做老师的时候 还带着学生翻过了太阳山 与梁山 也是骑车 骑到了延安 路上是有风 是有雨 是有太阳暴散 但是你其实浑然不觉 你感觉有点嗓呼 我建议出位 野蛮其挺破 要假期 多去走一走 多去玩一玩 最好的方式 或者是图物 或者是寄责 千万不要去 不会不要 你父母也许有了汽车 最好不要这个东西 所以平时生活当中 管保自己的做些时间 靠意识 家庭了 祖国大好 河山走一走 当然现在也有 拿坏河山 因为忽然太阳 大家都走一走 那你就知道 我们今天到底是 什么样的 一个国家 社会 什么样的真实的世界 走一走 最后一个词汇 叫道义 有前面的四条 其实可以做一个 讲解室的四条 是有东西的 但是讲解室的 打坏人 你要没有道义 这两个字 你的能力再强 你的力量再坚定 你干的坏事 能力就越动 越大 是不是 我们的道义 是你人生的方向 是你人生的 这个 这个座标里头的话 你这个是一个 矢量 你得有方向 对不对 只有前面的四条 是没有方向的 现在一关 坏事又可以 干好事的 我让诸位 诸位一听说 好事坏事 这两次就觉得 怎么又出来好坏了 对不对 真的是没办法 你们要体会什么 要这么反馈了吧 做好事和做坏事 对于一个人的言人 都是一个 最反馈的作用 开始做的坏事 都是小坏事 知道吗 小坡小坡 弄不弄不弄什么 偷人家的笔 弄不弄笔本 有时候弄了人家书 这都是 小坏事 或者说 你放松一把 抄一把 缩定一把 这个其实你干涉 也都没什么事 因为这个 你有人家的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但还想干涉 总有你的办法 大家知道 实事求是 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没有方向的 一个词汇 小坡要做东西 一定得实事求是 这个 医生 要动手术 要实事求是 但是我杀了一把 要杀了人 也得实事求是 OK 要不然上司 是吧 是吧 OK 就这个道理 我告诉大家 好事 是 越做 越大 这坏事 也是越做越大 开始跟法律 是没有抵触的 OK 这个 我 我是 我那个讲课的对象 很多人是企业家 我跟康这个群体 打交道非常多 我越来越感受到 一个东西 你别看他们 饱法 奔驰 五星地宾馆 完了就别处 什么 他心里说 是在过一天算一天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这个社会 你要赚钱 不犯法是很困难 知道吗 可是犯法是会上瘾的 为什么犯法会上瘾 我觉得这也可以犯一点 那也可以犯一点 最后的 这个胆子就越来越来 最后一不小心 就出去了 知道吗 他到底怎么怎么干 所以他一方面 是人前人后 好像非常风光 另一方面 他其实是不知道 哪一天要出问题 看见了 这种人生 其实是惶惶不可终利 是外表风光 内心恐慌 这是做坏事的人生 如果你要做好事 你要做好人 真难 难是难 但他有个特点 就像这个正法会的前妻 他也很难 别人都不讲原则 放弃原则 你非要坚持原则的时候 你会吵到各种各样的冷嘲论 不理解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世界上 因为这个太浮躁 太自私 最后变成 谁要真做好人 还特别困难 但是你一直坚持原则去行事 正道之行 路走越来越顺利 心里头一直是踏实的 而且越来越顺利 到后面 就感觉到 可以居高领下 我现在就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对很多人 我就是居高领下的感觉 什么居高领下 因为我看他是 一头你都知道了 你从高级术 一头副级术 你说省级术 你从县级术 这种居高领下 不是我想要 他是由宗的 自然而然的 就是居高领下 那我是人 他是猪 他也许说肥猪 我是瘦人 那还是人的 他在人家 还都猪 所以有道义的人 正道之行 这一辈子坦坦荡荡 无私无畏 然后逐渐就积累 为人民服务的 本领和知识和才干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 真正的人生规划 这个规划 是没有时间线 知道吗 是自然而然的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大方向 大学里头的四年 就会过得比较踏实 实际上是 你没有 这个就是古人说的 叫不谋全局者 不足以谋利 不谋万事者 不足以谋利时 如果你对自己的人生 没有一个长远展望 就不足以谋利大学的四年 知道吗 所以 王国伟当年讲过 所谓人生词化三境界 第一阶段是什么 登高望远 读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是吧 今天我在这里想干点什么事 就想带大家 到楼上去看一下 看看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这个人生 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望尽天涯路 天涯路望尽之后 要怎么办 那就上大学四年 包括今后住院一辈子 踏踏实实地走 叫唯一消德人憔悴 是吧 所以叫 一拜见 把他们走路过来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阶段 这里就在进 政法会积累 一拜见 再次